快為金鐘50按讚 偏偏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6萬大獎 韓國女子拎著16名牌包 走出汽車旅館 而在外頭等待的馬夫 也沒有想到早有警方守候 兩人當場被警方一網打盡 身穿藍色背心的宣系女子 來自韓國 無關立體的她皮膚白皙 根本是個美人胚子 身高170公分 身材凹凸有致 也穿了網路上近期圓膠的超行紅牌 應招站宣稱可以安排日韓籍女子 主打又可以不用出國 就能享受外國服務來欄客 馬夫有坦承 她最近一次是在北市某高家旅館 有從事一次新教育行為 這位應招站主要利用臉書來刊登訊息 而這名韓國籍女子已經30歲 卻置稱還是學生妹 我們是合理的懷疑 是她來做新教育的服務 當然是她自己的說法是說 她是以來觀光 這名韓國女子 全是為了名牌包才會下海原郊 但她向警方公稱來台遊學 但實際上卻被抓包 成了拜金下海 最後狼狽被帶 藉給我李瑪玉文 新北市報導